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就是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的時間 這裡是我許樓山 我這次變成謝里 接著還有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好了 試一下鏡頭的手機 不要緊 還有搖擺起舞的青瓜仔易得抬仰 左搖右擺 我都在動的 不是沒有動的 我剛剛坐得穩定 坐得穩定 因為正在做其他事情 還有加拿大加探生 你們走開了 不要緊 不知道是不是快速測試 好 測試完畢 好 回來了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哪一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一部曬冷氣閃的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天又看到什麼新聞 我看到也挺好笑的 那群范步派 初選完你們就算了 還要為了維持勢 或者維持氣 說到好像很受壓迫 很受打壓 還是怎樣 他們在自製炒新聞 自製炒新聞的伎倆 比起娛樂圈那些三四線 甚至四五線的明星 那個能力環繞低 昨天搞了什麼招待會呢 我看到一張照片 我嚇了一跳 尤其是有哪些人帶頭呢 就是黃之鋒 還有文鎮的四眼仔 那個好像不知道什麼好行 那麽上的 許之鋒 朱凱迪 一陣子都坐在那裡 練 初選失敗者 長毛 你也來了 喂 閉嘴 長毛 你還來幹什麼呢 他們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我們暫時不要說那個記者招待會是什麼 大家就這樣看那些標語 都不知道你發什麼神經 許之鋒發神經是正常的 是不是 一向他寫什麼呢 有個彈省坐在黃之鋒旁邊 不知道是什麼 他寫 刑擊DQ 再接再來 我心想 如果選舉之鋒要DQ你 你憑什麼刑擊呢 除了屈服之外 除了簽 認了所有事情之外 就是說我不認同那些什麼港獨啊 我會簽確認書啊 還是怎樣 你有什麼刑擊的方法呢 他們會不會違法達義啊 去暗殺這個選舉主任啊 我想都是要他吃香而已 是不是在樓下 在樓下 吃香啊你 那些 他們講得很厲害 其實他是不是有後續啊 我們有合理懷疑他們會用暴力和不法的手段 這個是合理懷疑來的 因為他講得這麼厲害啊 是不是 然後呢 黃之鋒就舉著一張紙 他們全部都舉著白紙 寫著什麼的 35家抗爭 不屈不撈 又好像老蕭 又不撈 不撈 不撈 只是不舉而已啊 然後有個肥仔 這個肥仔是把炮啊 原來 然後看到有個肥仔啊 寫著 這個肥仔很把炮的 我們另外一節會講一下 這個岑奧輝呢 極力推薦啊 他的發名很激 他的黨很猛啊 這個肥仔戴著口罩寫什麼呢 反對一切打壓 反DQ 怎麼反DQ啊 就是 就是 跟著這個叫做 那個什麼 死了 國際線那個什麼 張崑陽 那種標語啊 錯 國安惡法 維秋萬年 那七一立了法之後 到現在有什麼問題出現過呢 我暫時都真的沒看到啊 是不是 其實反DQ有一個方法的 就是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我都要 算吧 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改變他們的政治主張 就跟我們這個芒向編輯部的政治主張 齊抗疫 拼經濟 反攬炒 你說這三樣東西 沒人會DQ你的 是不是 你支持攬炒才會DQ你 如果就算是DQ的話 都是 因為你說要破壞那個社會嘛 破壞社會沒有理由讓你進去議會做事 是吧 或者可以 你們說要破壞這個制度嘛 你們說要走入這個制度 破壞這個制度嘛 就是等於大契說那句 你未登天只為先至殺人都 我為什麼要破壞你呢 以前是不是有首老歌呢 叫做什麼 好像有個獨白那個 努力興建 然後一邊說我盡情破壞 不是啊 哈哈哈哈 《飛越十八層》 《飛越十八層》 《苗乔偉》好像是嗎 《苗乔偉》 《苗乔偉》 《苗乔偉》唱歌的嗎 不是 唱歌不是他唱的 但是他做那個 他做戲的應該有 接著馮穗帆是做魔鬼的 如果沒有記錯 是 《安威正前》 《林輝界》 好像我們唱過的了 就是我們唱過一次 如果想點唱的網友可以在那裡點唱 在留言區點唱 我們浪費冷氣唱一次 哈哈哈哈 我們再講一下他們怎麼努力 一邊就努力興建 一邊就盡情破壞 其實政府那方面其實是努力興建的 就是在我的看法來講 以及以我所了解一些在政府做事的朋友所講 等於你拿了機場的博覽館來做檢疫中心 這些就是在興建的 是不是 你們這幫人又說 你的政策詞 又說搞一些不搞一些 一刀切就切到好像紐西蘭那些 即是連麥當勞都沒得吃 你這樣行不行 這個我們 很多人都不行的 其實我們都不行的 我們都很多人做的 很難的 但是大家都是守規矩 其實我們這裡的好處就是 不是因為有民選政府的關係 而是大家都尊重這個病毒 就是當它是一件一回事 政府做得不好 一直都有人罵 就是這裡有人罵 但是絕大部分的人 是不會跟罵政府的人瘋的 嗯 沒得和你瘋這件事了 那昨天 好了要講一下這個記者招待會 是搞什麼靠叉呢 我心想這些扯貓味 就是不知所謂 就是要一節出來聲討這些垃圾 垃圾的自己炒花生 或者炒新聞的行動 早前又有歐樂軒 眼濕濕 又不知是否有滴汁 就說 哎呀我搞完這個初選 又有什麼擔心人身安全 我推出了 那就算了 就走了 你歐樂軒這些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你搞了什麼 在這個 是不是 在這個初選裡面 什麼協調 可能背後有些事情做了 可能不知道 但是以他那個能力 以及在政界裡面那個叫做 受歡迎程度 或者那個明星 你去協調 你真心想 你哪位 你老幾 你是失敗的 立法會議員 那些 一定沒有什麼人理解他 我看到很多人說協調 那方面都是跟大耀廷打電話 跟他聊 還是怎樣 我好像沒有什麼留意到 哪一個打電話跟歐樂軒聊 那他只是說很害怕 然後走 就有他了 你走 然後呢 就到大耀廷 說自己 他自己的主調是這樣說的 初選那件事已經完成了 還有都想休息一下 所以初選完了 他就停了 退出了這個叫做初選的聯盟 什麼鬼 什麼都好 那他說只做完 退出 就是初選已經完了 那你還留這件事做什麼呢 留來籌錢 是不是 一定是籌錢 這個錯 你踢爆了他 他沒有份工的 他沒有份工可能要供樓 很慘的 不用怕 戴耀廷 在監獄裡還有一份工在等他 他正在保釋他 喜歡的 回去繼續做 癡信封 是吧 撿石仔 那他們搞什麼呢 他們昨天搞了一個 叫做記者招待會 就說 要抗擊 打壓 他說 因為 要聲援大耀廷和歐樂軒 我聲援他什麼 就是說 他受到兩辦的施壓 所以 令到他們兩個都很害怕 政治打壓他們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籌辦人 兩辦都是說一句話 對不對 又不是說 又不是說真的有做出些什麼 只不過 別人說說話都不行 就說打壓 我們是不是在打壓他們呢 現在變成 我們也是在打壓他們 對不對 怎麼看呢 那個兩辦那裡 其實都只是在網頁出了一篇 說 是說什麼呢 說他們那個初選 那個認受性 那個問題在哪裡 並非 哦 要上門拘捕歐樂軒 戴耀廷這些 即是說到快要抓他們 還是怎樣 如果是 已經抓了 是不是 還跟你說這麼多耶穌嗎 出一篇文跟你說 你們水果日報 出的文的數量都不止 是不是 他經常批評中國政府 那他是不是在打壓中國政府 批評就叫做打壓 你那個問題在哪裡 打壓還是怎樣 跟著 怎樣 又誣衊他們 又說 搞初選 聚集了這麼多人 會不會傳播 十九 這個其實 有可能 是一個人來的 是不是 跟著說 這樣那樣在那裡 呱呱吵 我們很公道的 我們這個台很公道的 就是我們不倫忘藍 你搞罪人的運動 活動 我們都是不喜歡的 我們說過很多次的 就算之前簽名我們都說 你這樣可能會造成這個 十九七 傳播的風險 如果你罪得多人的話 我們很久之前已經說了 其實 我們一直都是反對的 所以 所以不是針對 並不是針對 你們這班 這樣的友仔 首先要說清楚 就是 我們的看法很簡單 你罪人 就是有風險 有風險的東西 其實在現在這個時代 就應該避了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真的是嚴峻的時期 是不是 現在是抗疫非常嚴峻的時期 可以說是 因為他們自己就變成兩頭自己玩了 你們呢 因為你們那些什麼政治事情 你就選舉 或者什麼初選 或者什麼聚會 集會 什麼紀念 那些就說可以 是吧 然後呢 政府 搞遲些 或者搞得 好像有些地方有罪人 你又在那裡吵 是吧 那你們自己的雙重標準都離譜了 好了 他們借著什麼呢 聲援戴耀廷 或者歐樂軒 就說我們被打壓了 所以我們要齊上齊落 到時候 6月9日出來 正式要投票 正式的時候 一定要出來投票 喂大哥 你們這班人 究竟入不入到 集成問題 投票 投票可以 不要投 不是投你們就可以了 市民就認清楚了 不要投這班人了 他們說自己什麼呢 那個陳浩恒 就說自己 我們這個初選是合法 合理 合憲的 就沒有違反港版國安法 你們投票這個活動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你們當中 你們說 35加 要用來攬炒 攬炒十步 在這裏 才有那個問題 在說這件事 並不是你們初選的動作 如果是的話 你們那個初選已經是 沒得搞了 還有防暴警 幫你們看 有沒有混亂 是不是 我們說得很清楚 從來都是他們的政治主張 就是 攬炒是有問題的 並不是 它那個初選有問題 就是我們個人的看法就是 它那個攬炒的意思 是要拖垮 那個香港政府的運作 就是 迫使到 那個 特區政府 要 下台 是吧 我們另外一個節目會講一下 就是再講一下 我們怎樣 怎樣恐怖 就是對於 那個攬炒 那好了 原來黃之鋒 就已經 靜雞雞吃雞批 走了去 交表了 那他有沒有說 攬炒啊 有沒有 他講到明明不簽那張東西的 不簽了 確認書 接下來 這樣就不要緊了 但是他跟著自己 我們都做了一節 就講他真的天真 又很cute 說自己覺得沒問題的 不會因為我確認書的 這是自己騙自己 幫自己壯膽 還是什麼 或者是 賣 選舉主任 會不會聽到 他這樣說 就不會 對他的DQ 會不會有閃記呢 閃你的頭 就是傻傻的 接著這個 這個許智峯又在記者會發瘋 他說 這個初選 是理直氣壯的公民投票 就說是整個飯堡陣營都受到打壓 有誰打壓嗎 你們自己在街上 又在那裡當成真的選舉 這個沒問題的 接著又在喊咪 又說支持誰 又聚集一些人在那裡派傳單 有什麼打壓 沒有打壓 要你簽個確認書 都這麼辛苦 其實因為他們的確認書 條文 其實跟宣誓的內容 其實是類似的 其實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的 校校中基本法 你 知不支持港獨那些 其實 基本上你 如果要進去議會裡 你要宣誓 你就要 遵守基本法第一條 基本第一條是什麼 就是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說了很久了 其實已經 自從有基本法以來 已經是說這件事情了 那你有第一屆的立法會 你們這些人宣誓的時候 已經是確認了這件事情了 除非你們這些人說 發誓當作是吃生菜的 其實 剛才的社長所說的 跟宣誓的內容 是很相似的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時候看看那些問題 是像將那個 宣誓的內容 拆開了幾塊 出來做幾條問題 就是 你問一問你 你同不同意 有些像是 你同不同意的宣誓內容 哪一點 哪一點 其實有些像 然後 許之鋒說什麼呢 又說整個陣營都受到打壓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人打壓你們 你們這個初選 你們說得自己很成功 然後自己沒有做什麼 政府沒有說什麼 干預你們的什麼 然後又說 因為你害怕了我們 害怕了我們 六十一萬票 那些 你們自誇得都很重要 然後又說 各個泛部派都是盟友 要聯繩一線 對抗暴政 許之鋒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 看旁邊的黃之鋒 黃之鋒說的 如果不簽什麼 又這樣那樣 就是大家有分歧 是不是 今天看到這個記者招待會 那些傳統 老一半 那些叫什麼 傳統派的 就是黃碧雲 胡志偉 那些 通通都沒有來的 最老的那個都是長毛 那個長毛 我不知道做什麼 接下來要收錢 新進那些 夠激 夠瘋 那些 陳志全 都有來的 許智峯 剛才說過 他在那裡說話 那 繼續說說 哇 跟著岑梓杰 說完這些說話 真是令人作嘔 他說岑梓杰說什麼 他說 感謝六十一萬人 沒有他打壓 有沒有堅持投票 都說沒有人打壓你們 你每個排隊等等 就算這樣聚集 警方都沒有發聲 沒有人要難聚你 抓你 沒有啊 叫你們散開一點 站開一點 分隔開一點 遠一點都沒有 那我們繼續說說 又說 會團結一支 抗專制的政權 還是怎樣 跟著 陳志全除了做心心手令 我覺得相當之辱麻 他說話都很辱麻 大家 現在呢 記住 吃冷氣 穿定衣服 穿定余翁 他說戴耀廷啊 才是初選的票王啊 神經病 就是那個榮耀 榮耀龜耀廷 是龜耀廷 光耀眾生啊 喂 大哥 說話不要這麼辱麻 你們當初 為了簽不簽那個抗爭派 那個 那個 叫做 聲明書 罵到戴耀廷飛起 是啦 你們就打壓他 是不是 打壓他 那時候說 是你們打壓戴耀廷 不是政府 政府其實沒有 戴耀廷 說戴耀廷這個圖都沒有 突然你們又爆這個出來 還是怎樣 當然他自己是心裡那一圖 戴耀廷說 如果你們真的不相信我 那我就不做 是你們這幫人 反而令他有不做的衝動 就是不搞這個初選的衝動 是不是 那現在完了 有六十一萬票 哎呀 他真的是票王啊 感謝他 喂 走啦 但是岑子傑這些 看見都做狗 一口砂糖 一口屎 這些人不是 假到 假到幾緊要 真的很假 其實他的心心手都是假的 他自己有啊 都敢對別人的 你說他平時做事是多麼骯髒呢 我想他對於一些親密的朋友才會 你看那些岑子傑的私密 很私人的秘密的照片 跟那些人一起在梳化上 他化了女性的妝 或者穿女性的妝束 他才是他的真我 我猜他有機會 都像是 是嗎 有些人是這樣的 沒辦法 他個人選擇來的 我不要緊要 他個人選擇 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過就不要在公眾的地方 或者把這些照片 就太過公開了 有時候給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一些心智未成熟 或者對於兩性關係 那個思考 那個思想未穩定的時候 都不要讓他見那麼多 我們可以在沙冷氣說一下 可以 有些人突然間 就因為某些東西 變成了 那個 勝取向 所以變得搖擺不定 有機會可以說一下 這個可以沙冷氣說的 這個可以沙冷氣說的 要啊 這個要啊 岑子的現象會有些什麼呢 沙冷氣先說 這個不要在這裡說 當然 這個是合家歡台 但是剛才我們那個也是科學的分析來的 好了 我們說了 朱凱迪 昨天這個叫做 記者招待會也有說 又說 親共的媒體 企圖分化民主陣營 這個一聽都知道是白痴 是不是 那次分化是你 沒錯 最主力的是他做分化 分化師 是不是 黃之鋒是被DQC 他是全公營的分化師 全公營 公營是誰公營 全公營是全面攻擊營 切野那個 切野那個切割 他們最厲害就是切割 分化切割 親共的媒體 你們都是拿來笑的 怎會相信 是不是 如果他們這麼有能力 分化到你們 那你們蘋果日報就倒閉 傻佬 是不是 然後誣蔑有初選的 初選參選人埋怨 有些人埋怨戴躍 所以受壓就不再考慮協調 戴躍庭自己說的 是不是 初選 就是有人埋怨戴躍庭 是你埋怨 你帶頭埋怨 你不出這個抗爭派聲明書 戴躍庭就不會有這番說話說 是不是 你自己做出來的 是不是 那些海鮮鬼 這些手段 只能欺騙到藍絲 不是 你們自己 是不是 你們自己欺騙自己人 你看看今次 不肯簽民主黨 被人砌到多厲害 還有 你們自己的素人 在沙田開了個 開了個 叫做反初選 那些是你們自己人 還是藍絲 那些叫做素人 第四勢力 那些 我真的不懂分 你說一下 朱開迪 就是記者不准踢爆他們 就是有些問題 是吧 就是不要讓他們說當秘笈 就是完全亂這樣 就是一個說得誇過另一個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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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記者都是他們的老友 所以 自己 自己 是 然後繼續說 朱開迪說這些 就是 說謊 不眨眼 今天 記得出來的 就是 要表達 無論 初選 籌辦人 民主動力 連戴耀廷三個字 都不敢在口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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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耀廷 那些人 在我口裡出來 三個字 籌辦者 他們說 民主動力 支援他們的機構 例如香港文言 義工 黃店 這些 都是香港人的手足 哇 大哥 留給你們了 不用要 吃碗粥好過 一個人出事 我們都會共同承擔 那你說 朱開迪 是不是 一人出事 全部人都承擔 之前 你們一在座那些人 有很多都 背著不同的罪 承擔 承什麽擔 進去教育探 是吧 這班人 浪費 自製 扯貓尾 這兩個人就說 哎呀 我很害怕 我想休息一下 有沒有壓力 不是的 不是的 那些人退了 其實退了 沒有人理他們 沒有聲音 整個社會 退就退 走 最多有人說他們 納了錢 所以走 然後你搞記者招待會 說他們被人打壓 你會呱呱吵 吵什麽 你自己要自製新聞 至於手段 還要問一下肥仔禮 肥仔禮有些 余記最厲害的這些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看見都生氣 又生氣又好笑 是吧 整班人都是搞笑的 如果你不知道 就以為他們真的很厲害 知道其實他們 自己狗咬狗骨這種本性 都是滅不掉的 好吧 這一節我們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